相信在過去這一段時間當中 在賴清德所領導的黨檢一體的新威權體之下 台北地監署一連串荒腔軸板的作為 創傷的不僅僅是柯文哲主席個人的情慾 真正重創的是台灣的司法正義 以及人民對司法的信任 也正是因為如此 台灣民眾黨今天晚上在台北市近南路 我們所發起的集結 為台灣的司法正義站出來的活動 我們要捍衛的不僅僅是柯文哲主席 他個人的清白以及程序正義 我們更要發出怒吼的 是在由賴清德所領導的黨檢一體的新威權體之下 對於台灣的公平正義 對於台灣人民對司法的公信力 所造成無比的創傷 今天晚上的晚會 台灣民眾黨全黨上下一心 共同參與 我們要特別跟所有支持者 以及台灣公民社會報告的是 今天晚上只是起點 絕對不是終點